一家健身管理,阿肥正在臭美自拍,然后身后有几位妹子正在小声议论,你看旁边那位男士好帅啊,是啊,像他这种身材长相的男士一定有女朋友了吧 这时阿肥发现旁边菊雅宁的子发妹不错,于是就上前搭讪,两人聊了几句非常投机 就在自发妹沉迷阿肥帅气的容颜准备投怀送抱的时候,阿肥突然说今天有事,改天再交吧 说完,阿肥就急匆匆的离开了,回到家后,阿肥看了一眼手机,嗯,时间刚刚好,下一秒阿肥就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没错,这才是阿肥真实的容颜和身高,原来阿肥最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美颜网站 只要输入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你就可以变成你心中完美的容颜和身材了 而且现在是内测阶段,所以是免费试用 不过有时间限制,每次体验时效是12小时,冷却时间是180小时 如果连续试用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 也就是说阿肥想要再次变身,就需要等上一个星期了 然后阿肥也是一个小主播,没事的时候就会直播弹吉他 不过阿肥是不弄脸的,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对不起观众 第二天,阿肥正在一家面馆吃面条 这时进来了两位妹子,其中一位妹子就是昨天的那个子发妹 不凑巧的是,现在没有位子了 于是服务员就建议和阿肥拼个桌 结果子发妹看到阿肥一眼后告诉服务员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然后子发妹的闺蜜就开始嘲讽阿肥了 你看那男兄吃饭的样子太高兴了吧 和他坐在一起怎么吃得下啊 然后子发妹就开始嘀咕 昨天那个健身房的帅哥怎么没回我消息啊 难道我昨天太主动吓到他了 他们的对话其实都被阿肥听见了 阿肥心想 幸亏昨天没有招惹那个子发妹 真是太肤浅了 这时一位漂亮的妹子过来问阿肥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阿肥急忙回答可以 妹子坐下后阿肥都惊呆了 这位妹子也太好看了吧 不过阿肥觉得这位妹子有些眼熟 于是就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不是大善 我就是觉得你很眼熟 我们之前见过吗 结果妹子表示没有 然后妹子指着阿肥胸口的项链问 这是吉他播片吗 你会弹吉他吗 阿肥回答是啊 我从小就喜欢弹吉他 这么巧啊 我也喜欢弹吉他 不过我一直弹得不好 就这样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非常愉快 不知不觉中 他们都聊到了面馆打烊了 分别的时候 阿肥知道了妹子的名字 她叫做马玉梅 并且还约好 下次有机会 一起去买点吉他配件 然后阿肥想要马玉梅 留个联系方式 方便下次联系 结果妹子看了一眼手机后 就说临时有事 便急匆匆的离开了 马玉梅走后 阿肥就开始嘀咕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女生 明明聊得那么开心 去年一个联系方式都不留 难道还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了吗 阿肥回忆起上学那会儿 自己得到了校园艺术节的第一名后 阿肥就鼓起勇气 向学校的女生小花告白了 因为之前小花就说过 只要阿肥可以获得第一名 小花就答应做阿肥的女朋友 结果小花却反悔了 她还嘲讽阿肥 让阿肥回家照照镜子 不要痴心妄想了 从这天之后 阿肥就产生了一种观念 大家都只在看外表 没有好皮囊 再努力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的 直到前几天 阿肥突然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美颜网站 她再体验了一回当帅哥的感觉 这天阿肥回校区的时候 遇见了马玉梅 咦这么巧 结果马玉梅说不是偶遇 而是她专门在这等阿肥的 原来上次吃面条的时候 阿肥无意间透露出了自己小区的名字 所以今天马玉梅就过来碰碰运气 结果真的等到了 说完马玉梅就拿出了一枚蛋糕 说是请阿肥吃的 不仅如此 马玉梅还酿出了天家好友的二维码 并解释 那天晚上自己有急事 所以没有留联系方式 而今天给你送蛋糕算是赔罪了 交完好友后 马玉梅就自己匆匆的离开了 说是下午要出差一趟 要赶回去收拾行李 这一刻阿肥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 居然有妹子等自己一上午 就是为了送自己一块蛋糕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妹子 难道自己真的走桃花运的吗 又过了几天 马玉梅就约阿肥出来买一把新吉他 随后他们又像情侣一样 一起吃冰淇淋 一起在公园散步 马玉梅说今天玩得很开心 买到了喜欢的吉他 而且还要让阿肥有时间就交自己弹 阿肥痛快地答应了 然后阿肥让马玉梅先坐一下 他要去一趟卫生间 结果等阿肥回来的时候 马玉梅居然不见了 真是奇怪 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过了一会儿 马玉梅发来了消息 说是公司临时加班 就急着赶得过去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真是奇怪 连着两次都是公司的事情 怎么这么巧 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那种 爱情导师之类的真人秀节目 主持人在听完男嘉宾的故事后 就笑着说男嘉宾被人拿去当备胎了 备胎 是哦 阿肥虎去一阵 莫非马玉梅也把自己当备胎了 为了测试马玉梅到底是不是把自己当备胎了 阿肥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这天阿肥使用了美颜网站 变成了一个帅哥的样子 然后阿肥把马玉梅约到了城市广场 说请他吃饭 等马玉梅到了地点后 阿肥又发短信 说不好意思 临时有事 下次再约 既然这样的话 马玉梅只好一个人关商场了 接着阿肥就冲了过来 他主动搭设马玉梅 看看马玉梅是不是那种 看到帅哥就犯花痴的人 结果马玉梅根本就不搭理阿肥 然后马玉梅进了一家蓝装店 并挑选了一个领带 阿肥见状急忙跟得进来 你买领带是送给男朋友吗 马玉梅很无语 怎么又是你 我送谁关你什么事 阿肥笑着说 你怎么这么凶呢 那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男朋友 说出来了我就不纠缠你了 马玉梅没有搭理阿肥 而是转过身对服务员说 请帮我帮起来吧 我是送给男朋友的 果然是有男朋友的 骗子 漂亮的女人都是骗子 明明有男朋友 还要在外面找备胎 正在气头上的阿肥 瞟了一脸手机 还有30秒 美颜的时间就结束了 这时前面一辆小车 突然打开了驾驶室的门 阿肥来不及躲闪 直接撞了上去 画面一转 阿肥躺在病床上 昏迷不醒 然后医生就联系手机中的 常用联系人 也就是马玉梅 然后马玉梅就守在阿肥身边 寸步不离 直到第七天的时候 阿肥终于醒了过来 得知马玉梅在这里 守了自己一个星期 阿肥非常感动 吃那点东西后 阿肥精神稍微好了一些 于是马玉梅 就将那条领带拿了出来 原来马玉梅买领带 是送给阿肥的 这一刻阿肥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马玉梅心里 只有自己一个人 她是一个好姑娘 不能辜负了她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阿肥鼓足勇气 向马玉梅表白了 而马玉梅也害羞的答应了 随后马玉梅就下楼扔垃圾了 而垃圾站旁边 刚好有一个反光镜 马玉梅无意间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自己的脸 突然变了 变成了一个大妈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阿肥下来了 咦 那是马玉梅吗 怎么丢垃圾丢了那么久 见阿肥下来找自己 马玉梅捂着脸 逃离到这里 回到家后 马玉梅就开始失声痛哭 而她面前的电脑屏幕 显示的界面正是美颜网站 并且还弹出了红色的对话框 冷却时间超时 无法再次使用 原来马玉梅真实面目 是一位丑女 而且她还是阿肥的学妹 自从阿肥 获得了校园艺术节第一名后 马玉梅就是阿肥为自己的偶像 并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 但是马玉梅天赋有限 怎么都弹不好吉他 就在马玉梅心灰意冷的时候 阿肥过来了 她鼓励了马玉梅 让马玉梅不要灰心 只要不放弃 一定会成功的 随后 马玉梅还看到了阿肥 被女神小花拒绝的场景 然后马玉梅还找到小花 帮学长阿肥说好话 希望给她一次机会 但小花根本不拧情 毕竟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强求的 再后来 马玉梅就发现 阿肥已经休学了 看来这次被小花拒绝 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 马玉梅居然在网上 听到了阿肥的声音 没错 阿肥离开学校后 就开始直播了 虽然阿肥没有弄脸 但马玉梅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人就是学长阿肥 又过了几天 马玉梅也误入了 那个神奇的美颜网站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而阿肥昏迷不醒 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 马玉梅就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不过马玉梅不知道 阿肥是什么时候醒来 万一醒来看到自己 不是这副长相 会不会吓到她 于是马玉梅不顾冷却时间 也不顾连续试用 带来的副作用 强行美颜的一个星期 所以当最后的美颜时间结束后 马玉梅瞬间老了几十岁 变成了一个大妈了 而且这种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马玉梅永远回不去了 变成这副样子 马玉梅就不敢再去见阿肥了 而阿肥开始满世界寻找马玉梅 可是阿肥在他们之前约会过的地方 晃悠了好几天 也不见马玉梅的身影 阿肥逢人就问 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然而得到的答复都是 没见过 这时阿肥突然叫住了马玉梅 请问大妈 你有见过这个姑娘吗 马玉梅沉默片刻后 便摇了摇头 最终 马玉梅带着遗憾 消失在了人海中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娜 余你解忧 下次再见